我觉得哦 平常你什么都没有让我觉得很掌声在你 但这个老师我觉得你接受超棒超对的啊 哇 好这个时候我们就要 order这个 Cheese的Curbo Lekor 但是在那之前呢 Crystal又以为有东西要跟我们讲哦 那其实呢我也是听我朋友跟我讲的 它这个有两种的order方式 一个叫做Banjo Lekor 另外一个叫做Cheese Lekor 我上次order的是Cheese Lekor 就是它是那个Cheese的Sauce 跟那个Lekor是分开的 可是为什么要叫Banjo Lekor呢 Banjo就是那个Cheese淋上去 噢 眼水的意思 噢这样子我觉得我对Banjo Lekor会比较有兴趣 要不要加两个Try 我们加两个Try好不好 OK Let's go 谁要拿1Cheese Lekor 1Banjo Lekor Banjo Lekor 啊有关啊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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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njo Lekor Banjo Lekor Banjo Lekor Thank you Boss Yeah thank you Boss Banjo Lekor Banjo Lekor 平常哦 我们想要吃Cheese啊 或者是想要吃这种Corebo Lekor的时候哦 它都是在那种路边摊才有 对对对 就是MiuL的那种专属一个摊位 在这边比较舒服的一个环境底下呢 可以吃到 所以你看这个环境 舒服之余呢 又可以吃你喜欢的Cheese 多棒 而且哦 因为它隔壁是Mamak嘛 所以你可以叫饮料啦 或者是你觉得吃不饱 可以叫别的东西吃 我觉得哦 平常你什么都 MiuL让我觉得很想生在你 但这个啦 是我觉得你接受才有棒才对的啊 哇 啊 哈哈哈 Cristal 真的很好吃耶 我看到 所以哪一个是Banjo 哪一个是你 这个是Banjo啦 你先 来我们试试一个比较普通的 Cheese 嗯 嗯 它很脆耶 它口感是很脆 因为有时候哦 炸的这个Coreboleco 是很烤技巧的 它哦 太硬的话哦 你很难咬啊 它不会断 太软的话哦 它的那个油会渗透进去哦 很有那种油腥味啊 因为不新鲜那个 不然就是哦 如果你炸到太硬哦 咬到很辛苦 它太软的话 你就会觉得 没有那个口感 大家就一直说完 完全没有 就这里有 我平常我们吃的话 只有大较酱 这里呢 是有Corebole cheese 我就觉得很棒 好啦我吃这个 这个感满满的 哇 难怪我吃 可以很腻吗 而且你不可以一个人吃啦 哇 这两盘的哦 看最少可以 十个人吃 嗯 它很多 四盆 它 满满的甜 画面有点恶心啦 我们把它的那个涂放当 我有发现到一件事情 你不会觉得它的cheese哦 并没有浓到 让你觉得很腻 它真的没有腻 目前我吃到了 我是觉得很开心 你是觉得 诶 想要再吃多一次的感觉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有那个辣椒酱搭配起来 酸酸辣辣的感觉 那我觉得其实这个不成立 是因为平常外面 我们也是有辣椒酱 但是我们没有这样喜欢 这个真的是 还有它的魅力在 它没有到很腻耶 因为有些时候 你觉得吃了一个 觉得 不想再吃 很腻 不想再吃 你就想要吃多一个 发现了一个新大陆 你看 还有Bissan cheese 这Bissan goreng 每次都是跟 Corebo一起卖的 是 这个很棒耶 哇 Bissan gor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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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发现新大陆了 好开心哦 今天是Bissan goreng 它就是香蕉糕 它就是香蕉糕 放这些 我觉得它这边很特别的一点就是 它不再是一贯是我们吃到的 放它自己制作的辣椒酱 而是放这些 你会感觉看了会特别的开心 有没有 它有跟Donut的颜色很像 我当时有Bissan goreng 放辣椒酱 有 就是他们制制的辣椒酱 好吃啊 完全没有违和感耶 你会觉得是好吃的 你不会觉得蛤蜊啊 奇怪 很好吃 它没有香蕉味哦 它没有香蕉味哦 这个辣的好吃 这个是Butterscotch 尝开 这个应该是Normal的巧克力咯 有香蕉味 它有一点点像那个Paramel的感觉 我觉得如果你不喜欢吃它有香蕉味的话呢 Butterscotch就不太适合你 Nutella还有Sauberine 是毫无违法感非常好吃的 你第一口进酒吧觉得 我觉得它香蕉炸到很脆 所以它是一种跟我们平常吃的香蕉 比较不一样 它脆之余 它里面的这个香蕉还很juicy 它不会让它就是炸到太过很硬啊 还是过老 它的口感很好 如果想要吃的话 有Golovo Leco 还有这个炸香蕉 就在这个SS15 Subang Chanai Cafe Bye by bwd6